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娘家婆家,听起来都是家 但有的时候娘家和婆家对我们的态度截然不同 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最能看出来谁对我们是真心实意 为了让孩子去县城上学 家住农村的王女士和丈夫商量着 要在县城买一套小房子 但是他们的手里只有五万块钱 怎么办呢 当婆家人知道了以后 他们马上凑足二十万块钱送了过来 王女士和丈夫都非常感激 可这座房子的首付就是三十万 还差五万 怎么办呢 丈夫一个劲地让王女士回娘家去借钱 王女士非常犹豫 她知道从娘家根本借不来钱 可是丈夫反复劝说 嘱咐她一定要去娘家借 借不到不要紧 但是一定要去借 王女士果真回娘家 没有借到钱 后来她才知道了 丈夫让她去借钱的用意 请听王女士的字数 那段时间为了买房子的事 丈夫一个劲地催促我回娘家借五万块钱 刚开始我不愿意回去 可是丈夫说借不到不要紧 但是一定要去 等我回了娘家去借钱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什么叫人情冷暖 我和丈夫是打工认识的 结婚后我们就住在村里 我在家带孩子 丈夫依然外出打工 我的娘家住在城里 我父亲还在上班 一个月挣五千来块钱 我母亲是自己买的养老保险 一个月一千八百块钱 我家还有一套房子在出租 一年租金是两万多块钱 父母衣食无忧 我在家里带着孩子 也不能挣钱 只靠丈夫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 日子也很难 这些年我们才攒下了五万块钱 我的公公婆婆还比较年轻 他们都在附近的工厂打工 公公婆婆生活非常节俭 他们去打工的时候 中午都不舍得在工厂里食堂吃饭 一顿饭才八块钱 他们也不舍得 公公婆婆就拿个馒头 带块咸菜或者烧根火腿肠 这样解决午饭 我们眼瞅着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了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们想去县城里买套小的房子 可是去一打听 房子的价格都比较高 我们看中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 可是首付也得三十万块钱 我一看这么贵就不想买了 但是丈夫说 我们想办法借钱吧 我们还年轻 等孩子上学了 我们就去城里生活 在城里做个小生意 说挣钱也不难 当公公婆婆知道 我们要去买房子的时候 非常支持 他们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十二万块钱 又让我的大姑姐 借给了我们八万 凑了二十万块钱 给我们送了过来 说实话 我真不忍心要婆婆的这十二万块钱 这可都是她和公公的血汗钱呢 可以说是口里 不吃肚里挪财攒出来的 如果他们花钱稍微大方一点 根本不可能攒下这么多钱 再说 这也是他们以后的养老钱呢 婆婆说 儿媳妇 你拿着吧 为了孙子读个好的学校 我们愿意吃苦受累 等以后你们再好好孝敬 我们就行了 说实话 自从嫁给丈夫 婆婆拿着我就没有二心 对我就像对待闺女一样 每当她下了班 都会买我爱吃的水果给送过来 而她自己却不舍得吃 我不太会做饭 婆婆只要休班的时候 就去买排骨 拿过来给我们炖上一锅 吃上几顿 可是我回娘家的时候 待遇就千差万别了 由于当年我选择嫁给乡下的丈夫 父母不同意 他们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的 其实我为这个家也做了不少贡献 我结婚前外出打工的时候 挣个钱都寄给了我母亲 让她给我攒着当做嫁妆 可是我结婚的时候 母亲一分钱的赔嫁也没有给我 我当时很生气 丈夫安慰我说 那些钱就不要了 算是报答了母亲的养育之恩吧 我知道我家里也并不缺钱 我只有一个哥哥 他早已成家立业了 而且哥哥和嫂子的单位都很好 日子过得不错 结婚后 每到逢年过节 我们就回去给父母送礼物 临走的时候 他们总是让我们空手而归 家里有的时候 存着那些快要过期的牛奶 他们喝不过来 母亲也不舍得送给我们喝 娘家人对我的冷漠 让我伤透了心 我们买房子差这五万块钱的时候 丈夫说 你回娘家借借试试吧 兴许他们会帮咱们呢 我太了解娘家人的对我的态度了 我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去 我肯定借不到钱 我妈对我的态度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再去找她借钱 不是自找难看吗 可是丈夫说借不到不要紧 但是你一定要去试试 过后你就明白了 试试就试试 反正是去娘家 也不是去别人家 我已经看惯了母亲的冷眼 多一次也无妨 我买上了两箱好点心 给我爸又买上了一箱白酒 我就回了娘家 我说想买学区房 让孩子来县城上学的时候 我母亲说 对啊 你来县城买房的是正确的 你天长日久生活在乡下 能和在城里的生活相比吗 你本身就是在城里长大的 现在回来是正确的 以后我年纪大了 你来城里生活也方便照顾我 以后我的养老也就靠你了 听母亲说的似乎情真意切 我马上说 妈 我们买房子 手里没有钱 婆家给了我们二十万 可是首付款还差五万 你就借给我们五万块钱吧 可是母亲一听 我要借钱 她马上转变了风向 她开始仔细地询问 那座房子的具体位置和户型设计 然后她鸡蛋里挑骨头说 闺女啊 说实话这个小区虽然离学校近 但是户型不怎么样 你们再等等吧 过几年你们攒上五万块钱 再来买房子也不迟 我一听急了 我说 妈 孩子很快就上学 课不容缓 马上就到入学年龄了 我怎么再能等等呢 我知道咱们家里有钱 你就借给我五万块钱吧 我们买上房子以后 赶紧挣钱先还给你 你不用担心 母亲生气地说 我们是攒了点钱 但是都没在手里 都在银行存了定期 不可能提出来 我们不能损失利息 再说 那套房子的租金 我们也没有要 都是由你哥哥收着 我们根本没有钱借给你 我一听母亲如此对待我 我的心凉了 在娘家没有借到一分钱 虽然在我的预料之中 但是还是让我非常失望 哪怕借给我一万块钱也行啊 这样我回去在丈夫面前 也好有点面子 毕竟婆家帮了我那么多呢 娘家一分不帮 总有些说不过去 我只好又去了哥哥家借钱 临去的时候 在路上我买上了两箱进口的水果 花了三百多块钱 我知道嫂子爱吃水果 去了哥哥家里 我说明来意 哥哥还没说话 嫂子就说 妹妹啊 你来得真不是时候 我们也想再买一套房子 也在准备首付 你侄子年龄也不小了 我们得给她准备一套房子了 哥哥说 手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别看他们都在事业单位 可是工资都是有数的 其实也攒不住多少钱 哥哥还朝我哭穷说 她现在连烟都抽不起了 同事约着出去聚会 她也不敢去了 因为口袋里空空的 我一听就知道 从哥哥嫂子这里借不出钱来 我就赶紧告诉自己 别在这里磨蹭了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家里 对丈夫说 一分钱都没有借到 丈夫说 你不用难过 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纳闷地说 既然你知道我借不到钱 为什么还让我回娘家去借啊 害得我搭上了 好几百块钱的礼物呢 咱们本身就没有钱 丈夫说通过这次借钱 你也知道了吧 当我们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都会袖手旁观 躲得远远的 后来当婆婆知道 我们还缺五万块钱的时候 她又亲自出面 去亲戚家帮我们借来了五万块钱 我们这才把房子买上了 简单装修了一下 就去了城里生活 来到城里以后 丈夫没有继续外出打工 我们开始做小生意 我和丈夫开了一个凉菜店 我们调办各种凉菜 我们是专门花钱去学习的 办凉菜的方法 我们店里非常整洁卫生 让人看着很舒服 再加上我们的调味品别有风味 因此来办凉菜的人源源不断 都是回头客 我们一点也不愁还账了 每当攒上五万块钱 我们就送回婆家 还给他们 婆婆还嘱咐我们 不要太累了 他们的钱早还晚还都行 又不急着用 我们来城里生活后 刚开始 母亲并不知道这一切 直到有一次 母亲来菜市场买菜 看到我们的凉题店的时候 她才知道 我们早已来城里了 母亲看到我的刹那 非常惊讶 她应该在想 我们是怎么凑齐买房子首付的呢 说实话 在心里我已经和娘家彻底疏远了 丈夫倒是不错 她赶紧调了一大盆凉菜 给母亲装上了 又拿了几根香肠也装进去 母亲不好意思地推让着 说隔天让我们去家里吃饭 母亲走了之后 我问丈夫 买房子的时候 我妈一分钱不帮我们 现在你们怎么对她这么好啊 这时 丈夫对我说 她对你再不好 毕竟也是你母亲呀 当初你知道 我为什么非得让你回去借吗 我知道 咱们就差那五万块钱了 即使你家里不借给咱们 咱们再想想 别的办法也能借到 咱们一定能来城里生活 娘家没有借给你钱 当你母亲知道不依靠她 咱们也能来城里的时候 她肯定会对咱们刮目相看 再也不会是以前对待咱们盛气凌人的样子 人就是这样 你越求着她 她越看不起你 说实话 我们结婚后这些年 我也受够了你娘家的冷眼 再说咱们来城里住 和你娘家的接触会更多了 如果天天生活在你娘家的冷眼中 日子就没法过了 你母亲刚才过来的时候 她很吃惊 但是我也看出来了 她也很惭愧 你没看到 我给她凉拌菜 她不好意思要吗 我相信她以后对咱们的态度 肯定会改变的 丈夫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我点了点头 其实我知道 丈夫之所以当初一定让我去娘家借钱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那就是她想让我知道 娘家人和婆家人对待我的态度 是截然不同的 隔了几天 母亲给我打电话 让我们收摊后回去吃饭 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 我一看饭桌上 早就摆好了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 有红烧肘子 还有一盘大螃蟹 这真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以前我们回娘家的时候 我们带着饭菜来 母亲都对我爱搭不理 我们还得亲自下厨做饭 可是今天饭菜却早已做好 等着我们了 一会儿哥哥嫂子也回来了 我们一大家子坐下 吃饭的时候 母亲对我们特别热情 以前吃饭的时候 母亲可是只顾着照顾哥哥嫂子 很少顾及我们 可是这次她竟然拿出了一瓶上好的白酒 先给丈夫倒上了一杯酒 然后才给我爸和我哥倒上酒 母亲还说 女婿应该是最尊贵的客人 就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 母亲说 我告诉邻居 我闺女在菜市场里开了凉菜店 邻居都说 知道你们的店铺 你们店的凉菜太好吃了 在这一代里很有名气 我一听你们的凉菜店 竟然这么出名 我脸上也有光了 这时 哥哥嫂子也说 没想到我们能把小生意做得这么好 看来我们来城里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城里的挣钱机会就是多呀 丈夫说 是的 自从来到城里居住 我们才知道 只要肯下功夫 肯动脑子 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把买房子 欠下的钱还完 我打算在挣了钱的时候 就给我妻子买辆十几万的车 这些年她跟着我不容易 让她受苦了 我父母和哥嫂一听 我们快要把房子欠账都还完了 而且还要打算买车 他们非常惊讶 问我们到底能挣多少钱呢 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数目 我们只说收益一天比一天好 因为买卖做得越来越大 我们还打算把周围的一家 要转让的店铺盘过来 扩大凉菜店的规模 娘家人真的对我们刮目相看了 哥哥无限敬佩地说 没想到我们的生意发展这么快 从娘家出来 我心里感慨万千 我第一次觉得 在娘家人面前腰杆挺得笔直 我的脸上充满自信和快乐 通过买房子借钱 娘家人和婆家人 对我们截然不同的态度 让我感触良心 当我们的经济条件 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对公公婆婆更加感恩了 因为没有他们当初 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是他们默默地 我们为我们搭建了一个 很好的平台 几年后 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们又开了两家凉菜店 雇了好几个人 我们早就买了第二套房子 把公公婆婆都搬到了城里来生活 当然 我对娘家也孝顺 毕竟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对我有养育之恩 再说 我也不能一直记着那些不愉快的事 一切都过去了 我现在生活得越来越好 我为什么还要记住当初的那些恩恩怨怨呢 我要做生意 没有多少时间 我就给父母花钱抱上了西洋红旅行团 让他们去各地旅游 我还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在路上买东西的 我母亲见人就夸 说现在可沾了闺女的光了呢 现在我们早已经不缺钱了 可是我时常想起当年买房子 借钱的一幕一幕 我更记住了 丈夫让我回娘家借钱的用意 当你越求着对方的时候 别人越看不起你 只有当自己真正强大了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婆婆总说自己胃不舒服 碰巧我妈 最近也说自己胃口不好 我就带婆婆和我妈一起去做了个胃镜 没想到婆婆只是有点严正 我妈却查出来了胃癌 拿着那张检查报告 我如遭雷击 我下意识地把检查结果瞒了下来 跟两位老人说都没什么问题 让他们不要担心 然后像没事人一般 把他们各自送回了家 直到车上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才终于卸下防备 哭了出来 我六神无主地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我是单亲家庭 所以除了妈妈之外 她就是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密的人了 在最脆弱的时候 我只能想到她 听到我的哭声 陆怀的声音顿时紧张起来 出什么事了 晶晶 是不是我妈的体检报告 有什么问题 我摇了摇头 小声啜泣着 不是 陆怀 是我妈 我妈得了胃癌 这可怎么办呢 陆怀与我相恋十年 我们还孕育了一个孩子 我本能地把她当作了所有的依靠 对她有着无比的信任 我以为她会好好安慰我一番 让我不要着急 她跟我一起想办法 就像我数次在她失忆时安慰她那般 可她接下来的反应 却给了我当头一半 让我如坠冰枯 意识到得癌症的是 我妈而不是她妈之后 她先是本能地松了一口气 似乎是放下了心 然后 她又试探性地问我 胃癌 晶晶 那你还要治吗 我被她的这个问题问猛了 先是愣了一瞬 然后是铺天盖地地怒火 我的声音 几乎是在嘶吼 当然治啊 为什么不治 陆怀 那可是我亲妈 可我的咆哮 却并没有任何作用 陆怀的反应出奇地平静 她叹了一口气 晶晶 可是胃癌是治不好的 而且我们现在车贷 房贷都还没还完呢 文轩每年补习班的费用 都够我们瘦的了 哪还有钱拿出来 给你妈治癌症啊 原来在她眼里 无论是车子 房子 还是儿子的补习班 都比我妈的命要重要 可笑 太可笑了 我突然感觉 我们的这段婚姻 就像个笑话 我甚至只告诉她 我妈得了癌症 她的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安慰我 而是害怕 我给我妈治病 会降低 她的生活质量 进而阻拦 我给我妈治病 我气愤地 接问她 陆怀 如果你妈得了癌症 你治不治 陆怀沉默片刻 居高临下地告诉我 不会 我会带我妈去旅游 去游玩 让她在生命的 最后时光过得有尊严 有价值一点 不把她最后的生命 浪费在医院里 我突然有点想笑 我当然不信 如果事情真发生在她身上 她还会像现在这么淡定 她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因为鞭子 没有打到自己身上罢了 如果真的是 她妈生了病 她可能比我还着急 当初她妈只是得了个流感 她就心疼得不得了了 赶紧带她妈去医院住了院 生怕她妈出现一点闪失 怎么现在生病的人 变成我妈了 她就开始站着说话 不腰疼了呢 我擦干眼泪 语气满含嘲讽 旅游 癌症晚期的病人 每一个细胞都在痛 你告诉我 拖着病体怎么旅游 放弃治疗的话 生命可能只有几个月 但好好治疗的话 可能能活好几年 甚至更久 你凭什么轻而易举的 就让我放弃 陆怀自知理亏 被我噎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但她还想再争辩几句 可是 我不耐烦到 没什么可是的 我已经决定 为我妈治疗到底了 你不愿意出钱没关系 我们把这房子卖了 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 我也出了一半 我们把婚房卖了 我用我的那一半钱 为我妈治病 这房子买的时候 花了一百万 我们各自出资了一半 现在已经涨价到两百多万了 一半房款 足以给我妈治病了 没想到 陆怀还是拒绝了我 不行 何惊 这是我们的婚房 把房子卖了 我们两个住哪里 再说了 你就算不为我考虑 也得为我们儿子考虑呀 这套房子是学区房 卖了房儿子 去哪上学呀 我冷笑一声 读书在哪不能读 儿子现在才刚上小学 在哪读不都一样 房子卖了 又不是不能租房 难不成卖了房子 你就得睡大街了 陆怀长叹一口气 似乎终于做出了决定 何惊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 我只能跟你离婚了 我只是你的老公 不是你的父亲 我没有责任 也没有义务 为你母亲的病情买单 你妈和我之间 你选一个吧 虽然对陆怀 已经失望透顶 但当离婚这个词 从他嘴里说出口的时候 我的心 还是被深深刺痛了一下 我曾经怎么也想不到 我与陆怀的婚姻 会因为这个原因而结束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这个我曾决定 要共度一生的男人 竟然会选择与我离婚 姚想当初结婚时的誓言 还有在耳畔 她曾说过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与我不离不弃 可结果 才遇上一点挫折 她就要把我抛下跑路了 这残忍的现实 我强压下心头的苦涩 点了点头 好 我过几天带我妈 去北京看病 明天我们就去 民政局领离婚证 顺便把房子挂到网上卖了 行 合金 你别后悔就行 说完 陆怀就冷漠地挂了电话 这一刻 大概就是我人生的 至暗时刻吧 一个至亲得了癌症 以后生死难料 同时又刚发现 另一个至亲丑陋的真面目 两种食骨之痛同时出现 着实是痛彻心扉 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回了家 打算收拾一下东西 然后带着儿子 回我妈那儿住几天 我妈想她外孙了 也不知道这一走 得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没想到 我一进家门 就看到了婆婆 此刻她抱着文轩 坐在沙发上 正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她使了个眼色 儿子就会意地朝我跑过来 抱着我的腿哭道 妈妈 你能不能不要跟爸爸离婚啊 琪琪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她爸爸妈妈都不疼她 她好可怜 我不想也变成她那样 虽然不知道 婆婆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看到孩子这么哭 我的心也软了几分 我把儿子抱了起来 给她擦了擦眼泪 傻孩子 就算爸爸妈妈离婚了 也还是爱你的呀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 儿子的眼睛亮了几分 问我 真的吗 我定定地点了点头 这时 婆婆却咳嗽了几声 似乎是有意在提醒什么 儿子似乎想起了什么 忙道 不对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该跟爸爸离婚 还要把房子卖了 如果你卖了房 我们一家以后住哪里呀 我叹了一口气 摸了摸文轩的头 可是 宝贝 外婆生病了 我们把房子卖了 就有钱就外婆了呀 外婆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也不想外婆有事对不对 我说完 儿子陷入了沉思 婆婆这时候咳嗽了一声 儿子这才又说道 可是外婆的病是治不好的 你卖房给外婆 治病我就不能上学了 爸爸跟奶奶也没地方住了 妈妈你心里只有外婆 一点都不为我和爸爸考虑 你是个坏妈妈 说完 她生气地挣脱了我的怀抱 然后飞奔到了婆婆怀里哭了起来 如果说陆怀的态度 对我来说是切腹之痛的话 那么儿子的这番话 就如同刀割一般插到了我心上 我无法置信 我精心教养的儿子会脱口而出这么一番话 活脱脱一个小白眼狼 我心死了 婆婆给了儿子一个满意的眼神 然后高傲地开口教育我 看吧 连我们家文轩都知道 癌症是一个无底洞 不可能之好 就你还神经兮兮地想给你妈治病 你就算不为我跟小怀考虑 也得为文轩考虑一下吧 作为文轩他妈 你不替他谋话也就算了 居然还想卖房拖他后腿 你是孝顺了 文轩以后怎么办 他还是个男孩呢 以后没了房子 他怎么找媳妇 儿子靠在婆婆怀里 听到这话 同样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似乎我真的是什么 抛肤弃子的罪人一般 可是 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钱 来给我亲妈治病而已啊 我错哪了 我冷笑一声 要是得了癌症的那个人是你 你还能这么大言不惭地 让你儿子放弃治疗吗 林翠儒 我要拿回来的是自己的钱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跟我道德绑架 林翠儒被我这么毫不留情地 对了一番 她的眼眶刷得一下就红了 眼里顿时蓄满了泪水 这时候 陆怀终于从卧室冲了出来 见他妈哭成了这个样子 而我还像个没事人一般 站在一边 她发飙了 何惊 你凭什么诅咒我妈 她只不过是好心劝你几句 你不听就算了 至于说出这么恶毒的话吗 笑死 刚刚婆婆骂了我那么多 陆怀都没说一句话 而我刚刚只反驳了一句 她就迫不及待地出来指责我了 现在的我 对陆怀不再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只剩下了厌恶 我抬了抬眉 哦 我有说错什么吗 不是你说的 如果你妈得了癌症 你就放弃治疗 让她回家等死吗 怎么你咒 你妈可以 我说就不行了 不就是转移矛盾吗 谁不会呀 婆婆将我与陆怀的矛盾 转移成我与儿子的矛盾 我也同样将我与他们的矛盾 转移成了他们内部的矛盾 目前看来效果十分显著 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陆怀 见陆怀的脸色有些不自然 她当即就明白了 她冲陆怀哭嚎 你这个不孝子 有你这么说你妈的吗 你是不是早就想我死了 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着大容易吗 你个白眼狼 瞧吧 刚刚让我给我妈放弃治疗的时候 说得那么大意凛然 轮到自己身上就生气了 她可真是双标啊 陆怀赶紧手忙脚乱地去哄她妈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万一是你出事我肯定救你啊 我要不这么说 合金能同意放弃治疗吗 后面的两句 她说得很小声 但我还是听到了 这一刻 我对陆怀充满了鄙夷 我翻了个白眼 冷冷地回道 哦 所以你这么说 纯粹是为了让我放弃给我妈治病 保住这套房子 陆怀呀陆怀 你比我想象的更加恶心 陆怀被我激怒了 她彻底撕下了伪装 露出了贪婪的真面目 我就是不愿意卖房怎么了 是你妈病了 又不是我妈病了 我凭什么要为了给你妈治病 而卖掉自己的房 合金 你别用这副眼神看我 你也没比我高尚到哪儿去 你眼里只有你妈 压根没位 我跟文轩考虑过 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帮文轩保住财产 我告诉你 离婚可以 房子跟儿子你选一个吧 不可能所有的便宜都让你占了 我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 她是想用母爱来套劳我 让我为了儿子的抚养权 而放弃属于我的半套房 可她错了 抚养权是什么 能有我妈的命重要吗 何况还是一个小白眼狼的抚养权 我不加思考就给出了回答 没有选择的必要 那半套房子是属于我的 谁也夺不走 至于儿子要跟谁 他自然有自己的决定 我不会干涉他 路怀疾了 如果我就是不离呢 我只要拖上几个月 不卖房也不离婚 等你妈死了 自然能省下这笔钱 看看到时候你能拿我怎么办 我却一点都不恼 看着她的脸就像是在看一个智障 你以为不卖房不离婚就能省钱 你是不知道贷款这个东西吗 我完全可以贷款给我妈治病 有这套房子在我完全可以贷的更多 反正我们没有离婚 以后你还得跟我一块还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现在的决定 明天去不去民政局 随你 反正离不成婚 我就去借贷 我妈这病总有办法治 说完 我不顾路怀和他妈的咒骂 带着我的行李潇洒离开 如果别人不同意让你开窗 你就主张先掉屋顶 两害相较取其轻 那样他们就同意开窗了 在利益的驱使下 我笃定陆怀会妥协 刚离开没多久 我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医院那边打来的 是何女士吗 不好意思 由于我们一个实习护士的疏忽 不小心把林翠如女士 和何秋女士的检查报告弄反了 像是被一个天大的馅饼砸中一般 我有点发晕 试探性地问道 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跟我解释道 意思是 心头涌过一阵狂喜 我脱口而出 所以你的意思是 得胃癌的不是我妈 是我婆婆 电话那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是这样的 你有空可以带他们再来医院一趟 我们愿意免费提供一次检查 我不记得电话是怎么挂断的 我只感觉一直压在肩头的担子 一下子松了 浑身轻飘飘的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不真实感 喜悦过后 我又突然觉得这是天意 这次乌龙 本质上看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和馈赠 如果一开始就查出来是婆婆的问题 那我必定无法看出来 婆婆和陆怀的真面目 说不定还会傻乎乎地倾家荡产来救她 一不解代地照顾她 那样的话 我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 一路风驰电掣 很快我就到了妈妈家楼下 我以非一般的速度爬上了楼 打开了房门 可我没想到 刚进门就听到了婆婆刻薄的声音 激善之家必有余庆 饥饿之家必有余秧 怪不得你得了癌症 因为你们一家人都是自私鬼 只见妈妈坐在沙发上 神色腿迷地坐在沙发上 婆婆恶毒的辱骂 从视频里不断涌出 我妈的眼里全是恐惧和不可置信 被骂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似乎快要碎了 看到这一幕 我气红了眼 我连忙走上前 一把拿过了我妈的手机 然后冲手机里的老太婆吼道 你骂谁是自私鬼 死老太婆 我告诉你 要死也是你先死 你这辈子绝对会死在我妈前面 等你死了我肯定敲锣打鼓 好好庆祝一番 骂完 没等林翠如反应过来 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将她拉入了黑名单 我绝对不会再给她骚扰我妈的机会 心头恶气还未消 一抬眼 我就看到了我妈那张魂不守舍的脸 此刻她颤抖着嘴唇问我 晶晶 你婆婆说我得癌症这件事 是真的吗 怕她被吓坏了 我忙跟她解释 我先跟她澄清了这次场误会 然后把这场乌龙的来龙去脉 一五一时地讲给她听了 告诉她真正得癌的人其实是我婆婆 不是她 一开始她还不信 直到我重新打通了医院的电话 从医生嘴里听到实情之后才放心 平复了心情之后 她又问我 那你婆婆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她得了癌症 如果她知道了赖上你怎么办 晶晶 你得为自己好好打算 看着她担忧的目光 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她这是什么意思 她怕我心里还爱着陆怀 为了她而放弃自己的一切 给她收拾烂摊子 因为照顾得癌症的婆婆 而耽误了自己的人生 可她多虑了 现在的我无比清醒 老公是个自私鬼 儿子是个白眼狼 我不可能再为了这二人而牺牲自己 余生 我只会为了我和妈妈而活 我拍了拍妈妈的手 安慰到 不会的 妈妈 我不会再给他们任何伤害我的机会 第二天 我如约去了民政局 到了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陆怀比我来得更早 她阴沉着脸 一靠在车门上 就跟谁欠她五百万似的 一见到我 她就冷着脸向我走来 我笑了 哟 来得够早呀 看来是真怕我去贷款 陆怀冷哼一声 你还真是冷血 你妈都得癌症了你还笑得出来 我在心里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啊 到底谁妈得癌了 还不一定呢 虽然心里鄙夷 我表面上 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跟你离婚我 当然得笑了 这可是喜事一桩 陆怀被我噎了一嘴 眉毛都拧成了麻花 她颇为气恼地说 你可真是牙尖嘴利 一张嘴就能呛死人 说不定你妈的癌症 就是被你这张嘴气出来的 或者说 你妈得癌 就是你口无遮拦的报应 真是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因为舍不得那属于我的半套房子 她用她自以为最恶毒的字眼 来辱骂我 吐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词 如果没有那通电话 我可能真就被她这番话 激得当场崩溃了 继而开始自我怀疑 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那样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可还好 我妈的病是场乌龙 现在的我刀枪不入 我回怼道 哟 我的嘴还能致癌 那你跟你妈 可得赶紧去医院查查 被我喷了这么多句 你跟你妈指定得癌症晚期了吧 陆怀再次被我噎了回去 她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看我的眼神似乎想吃了我一般 何惊 你说话别太过分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 让你妈拿不到钱治病 我眼里波澜不惊 淡淡地说 随便又不是不能贷款 只要还贷的时候 你别哭就行 陆怀怕了 她私存片刻 终于向我妥协 好 那我同意分割财产 但前提是 孩子归我 你需要按时 向我支付抚养费 你妈的治疗费 从此以后与我无关 你不能再因为你妈的病 找上门来跟我要钱 她还真是生怕我赖上她 我为她生了一个孩子 可她却在知道 我妈得癌之后 不但一分钱不想替我分担 还惦记着孩子的抚养费 真是自私又无情 不过我不想再与她周旋什么 为了尽快与她离婚 我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 由于达成了共识 离婚手续办得很是顺利 只等一个月之后 来拿离婚证就可以 出了民政局 我跟陆怀佑 一起联系了房产中介 将婚房挂到了他们的官网上 分别之前 我又好言提醒了一句 我真的建议你去医院给你妈查查 说不定你妈真的得了胃癌呢 早发现早治疗 语气虽然诚恳 脸上却是显而易见的戏谑 看我嬉皮笑脸的样子 陆怀怒了 何惊 我说了多少次 你不准再咒我妈了 你再这么说 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 我忙收敛了笑意 抿住嘴唇 语气哀伤地说 好吧 那我以后不提了 陆怀这才满意 瞥了我一眼 不屑地走了 我如释重负 拿出手机 关掉录音 我提醒的义务 已经完成了 陆怀 这可是你自己 不愿意相信的忧 为防事情败露 我给我妈抱了个 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团 让她出门散心去了 由于房子挂的价格 比较实在 很快就找到了 合适的买家 卖了出去 我跟陆怀 当场就把房款分了 一人一半 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很快 一个月期限到了 我成功拿到了离婚证 离婚证拿到手的那一刻 我跟陆怀同时松了一口气 互相为了不用承担彼此的责任 而感到欣慰 陆怀这时候 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竟然跟我聊起了天 似乎 她是在跟我解释 何惊 你也别觉得我绝情 你要知道 是个男人遇到这种事 都会跑的 癌症就是个无底洞 如果你非要坚持给你妈治 就算我再有钱 也迟早被你给拖垮 我得为我们儿子考虑 我不能像你一样 意气用事 我头一次没反驳她的话 而是附和式地点了点头 嗯 你说得对 我得向你学习 陆怀显然没料到 我会是这副反应 有些不知所措地挠了挠头 继而笑了笑 你明白就好 我笑了笑 不置可否 似乎是怕我真的找她借钱 离婚证拿到手的第二天 我就看到陆怀发了个 买车的朋友圈 我查了查 那辆车至少四五十万 她又拿剩下的房款 付了个首付 背了三十年的房贷 余下的钱 大概所剩无几了 刷着刷着 我又看到了 林翠如发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 她那边的所有亲戚 都聚在一起庆祝过年 每个人脸上都是笑意 婆婆抱着文轩 开玩笑式地问道 轩轩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文轩几乎是想也不想地就回答 我想要一个新妈妈 所有人哄笑成了一团 婆婆更是笑得脸上的褶子 都聚到了一起 她随即又问道 为什么呀 之前的那个妈妈不好吗 文轩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说道 不好不好 她是个坏妈妈 她这个黄脸婆天天补贴娘家 轩轩不要她 还是爸爸和奶奶对我好 轩轩想要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妈妈 毕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看到她这么说 还是难免有些失望 我自认为 一直以来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都尽心尽力了 可不知是基因问题 还是婆婆的耳濡目染 她还是长成了现在的这副鬼样子 如果说之前还有些犹豫 那现在我已经彻底下定了决心 放弃这个孩子了 我停掉了陆文轩 二百一节的钢琴课 以及其他所有的特长班 这样一来 每个月直接省下了两三千块钱 这些钱用来给我跟我妈买衣服多好 不必砸在小白眼狼身上舒服得多 这样一来 婆婆不干了 第二天 她就堵在了我家楼下 骂起了街 何惊 你给我出来 你跟我儿子离婚 是你俩的事 凭什么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你停了孩子的辅导班 让他以后怎么办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我可不会任由他诽谤我 拿起手机就下了楼 他见到我之后 骂得更狠了 你知道孩子现在在家里哭得多厉害吗 他觉得你讨厌他 所以不但离婚不要他了 就连钢琴课都给他停了 你心怎么这么狠 我疑惑地看着他 不是你们不给我儿子的抚养权吗 怎么又成了我不要他了 何况他的抚养费我前几天才打过去 那些钱给他报福导班 绰绰有余呀 一听我这话 围观群众就明白了 他们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同情 看林翠儒的眼神则充满了鄙怡 事实很清楚 我是个失去了孩子抚养权的可怜妈妈 林翠儒和她儿子则是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坏人 不但抢走了孩子 还每个月跟我索要儿子的抚养费 就连儿子的辅导班都要跟我要钱 被围观群众们窃窃私语 林翠儒的脸上就像火烧了一般 她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口不择言道 怪不得你妈得了癌症 都是报应 我又疑惑了 啊 谁说我妈得癌症了 你跟我妈的体检报告弄反了 得了癌症的明明是你呀 怎么 你儿子没跟你说吗 这下子 林翠儒的脸上绷不住了 她的脸上显而易见地有些害怕 她强装镇定地说 怎么可能 你开什么玩笑 你妈不早就住院了吗 你别笑我 她话音刚落 我妈正好回来 她刚跳完广场舞 衣着靓丽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健康的气质 哪里还能看到一点病容 林翠儒蒙了 我继续说道 看吧 我妈身体好得很 奇怪 我之前明明跟陆怀说过的呀 还劝她带你去医院检查来着 她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啊 看我说的话不像是假的 看她的眼神甚至有几分同情 林翠儒终于信了 她当场崩溃 直接吐出了一口老血 晕了过去 最后还是我替她拨打的120电话 送她去医院抢救 一个小时后 陆怀匆匆赶到了医院 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两名民警 显然她报警了 想让警察来抓我 她眼圈发红 一见到我就怒了 警察先生就是她 她为了跟我离婚 隐瞒了我妈的病情 耽误了我妈治病 你们赶紧把她抓起来 只是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一个巴掌打到了脸上 我怒视着她 骂道 畜生 我早在一个月前就告诉你 让你带妈去医院检查 你为什么不听 现在好了 她现在躺在里面生死未卜 你满意了 陆怀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似乎在想 我把她的台词说了 那她说什么 我却没给她反驳的机会 继续妙语连珠 里面躺着的可是你的亲妈 你在知道我妈生病的时候 跟我离婚逃避责任也就算了 可里面躺着的是生你养你的母亲 你却为了省钱 瞒着她不给她治病 你还是人吗 陆怀气急 忙开始反驳 我没有 你胡说 我却没理她 而是自顾自地放出了那段录音 录音里 我真诚地劝陆怀 带她妈去医院检查 说她妈的病 很可能是胃癌 可陆怀却十分不耐烦地拒绝了 说她说了很多次了 让我不要再咒她妈了 否则她就对我不客气 录音的时间正是医院通知我的第二天 因为陆怀的话里用了很多次 在等字眼 证明我在这之前就有劝过她 只是她不听而已 我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不是我害了你妈 而是你的汇集记医害了她 而且 我有理由怀疑你故意不想给你妈治病 所以瞒着她 在我告诉你你妈的病情之后 你屡次大额消费 又是买车又是买房 没有留一点医药费给她 你是存心想要她的命 在警察审视的目光下 陆怀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她急痴白脸地为自己辩解 你放屁 我只是害怕被你借钱而已 压根没有要害我妈的意思 我却不慌不忙地追问 我为什么要跟你借钱 我妈又没生病 生病的是你妈 你这个理由压根不成立 陆怀的所有理由都被我堵了回去 她再也找不到辩驳的借口 一时间被弃地说不出话来 恼羞成怒之下 陆怀竟然想出手揍我 我跟你拼了 当然她的拳头没有打过来 我眼疾手快地躲到了警察叔叔后面 然后偷偷地冲她做了个鬼脸 警察都被她气笑了 在我们面前你还想动手 当我们是吃干饭的 陆怀直接哭了 我没有 是她先说我的 我不是 警察却压根没听她的解释 而是严肃地批评了她一顿 然后把她带回了警局 让她好好做了一番检讨 她叫来的警车 最终拉走了她自己 她走之前 我顺便让她把我 垫付的医药费转给了我 然后在陆怀那道 想要杀人的目光中 潇洒离去 林翠如的胃癌 已经到了中晚期 陆怀现在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是豁出一切代价 为她妈治病 不过这样一来 她新买的车子和房子 都得搭进去 估计还会欠下一大笔外债 二是像她之前说的那样 不治疗 而是带她妈外出旅游 让她妈在旅行中 度过最后的时光 可令我哭笑不得的是 她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那便是给她妈治病 但是不花自己的钱 也不知道她的脑袋 是不是被驴踢了 她竟然想到要跟我借钱 电话里 她大言不惭地说 何惊 反正你的钱现在也没处花 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就先借给我 让我给我妈治病去呗 人命关天的事 你总不能不帮忙吧 我觉得她有病 我直接回绝了她 并挖苦了她几句 不可能 奇怪 你怎么还借钱 给你妈治病啊 你不是说 癌症无药可治吗 那你现在应该赶紧 收拾收拾 带你妈去旅游啊 然后 在陆怀难以遏制的 咆哮声中 我憋着笑挂断了电话 后来 我又接到了文轩的电话 电话里 她哭着问我要钱 妈妈 奶奶生病了 需要花很多的钱治病 你把钱打过来好不好 我很不留情面地拒绝了她 当然不好啊 你外婆生病的时候 你都不让我救她 那你奶奶生病了你 也不该问我要钱啊 文轩 我每个月给你抚养费 已经进到了做妈妈的义务了 话音刚落 陆文轩就嚎啕大哭起来 她气愤地骂我 坏妈妈 我不要你了 你现在不救我奶奶 等你老了我也不养你 我笑嘻嘻道 我本来也没指望过你 说完 我便不再理会陆文轩的哭闹 直接挂断了电话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陆怀他们 却拿这段通话记录做起了文章 几天后 我就在同城热搜上 刷到了我自己 他们通过对录音的合成与剪辑 将我打磨成了一个 发现婆婆得癌后 就离婚跑路的坏人 为了不耽误自己以后嫁人 就连儿子也不要了 把年幼的儿子和得癌的婆婆 都丢给了陆怀自己 视频里 陆怀红着眼眶 诉说自己的苦难遭遇 背景是林翠如的病房 陆文轩正懂事地给林翠如倒水 由于陆怀长得还算帅气 吸引了一大波女粉的心疼 为了帮她渡过难关 他们纷纷慷慨解囊 短短几天 就筹集了六位数的善款 与此同时 我的私信也被骂爆了 你是人吗 知道婆婆得了癌症 就丢下丈夫跟儿子跑路了 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妈早晚也会得癌的 这是你的报应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话我在你身上证实了 其实看到这些 私信我一点都不生气 因为我已经能想象到 他们以后得知了实情 用一脸惭愧地 找我来道歉的样子了 说实话 蛮搞笑的 想到这里 我没有犹豫 马上着手 开始整理手上的证据 准备反击 由于工作性质原因 我经常需要联系客户 为了不漏掉重要信息 我手机上的每一通电话 都有自动录音 我把最近与陆怀的通话录音 剪辑到了一起 包括她反对给我妈治癌症 然后大言不惭地说 如果得病的是她妈 她就不治了之类的话 全都罗列了出来 这些录音将是 垂死陆怀的有效证据 果然 视频一经发出 就引起了重大反响 陆怀的名声 由天堂跌落到了地狱 从一个孝子慈父 变成了一个双镖 又自私的大渣男 而我则从一个 趋利避害的拜金女 姚申怡变成了爽文女主 变成了人人称颂的大女主 他们说我的经历 是爽文照进了现实 陆怀的流量 变成了我的流量 这就是流量守恒定律 我因此积累了大量粉丝 成了个小网红 因为回击的视频播放量太过火爆 甚至还有商家问我 能不能在评论区里 植入他们的广告 不过我拒绝了 毕竟陆怀他妈迟早要死的 到时候他可能还会让人觉得可怜 我不想在风波平息下来之后 被人指责说我吃陆怀他妈的人 写馒头 我赚钱也不急着一时半会儿 陆怀消耗跑路了 因为很多网友都让他退钱 他以那些钱都用于给他妈 治病了为由 拒绝退款 不过虽然钱保住了 但他却已经射死了 据说他还因为这件事而被公司解雇了 成了无业游民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 他最终选择让他妈放弃治疗 带着他妈回家吃中药去了 而我却因为这次网报 直接财富自由了 当陆怀跟他妈在家啃馒头咸菜时 我正陪着我妈 在国外度假 当我躺在金黄色的沙滩上 沐浴着海风和暖阳的时候 我再一次接到了陆文轩的电话 电话里有点吵 隐约能听到陆怀和他妈吵架的声音 陆怀说 什么放弃治疗 我明明是要带你回家 去旅游 你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 癌症幼稚不好 我让你在剩下的时间好好玩一玩不对吗 为什么非要把钱浪费在医院 林翠如都快气冒烟了 骂他 玩你个头 我现在都快疼死了 哪有力气玩 你个没良心的 早知道当初我就不该生你 也不至于现在连个病都没人给我治 你连合金都不如 他当初骑马舍得卖房 给他妈治病 不像你 纯粹就是个白眼狼 陆怀也没惯着他 而是骂了回去 那也是你自找的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把他逼走的 要是你当初对他好一点 他也不至于不管你 然后是二人 对彼此更加恶毒的咒骂 陆文轩哭哭啼啼的 似乎是被吓坏了 他哭着求我 妈妈 对不起 我现在知道错了 现在爸爸跟奶奶都不管我 爸爸有时候还打我 我不要跟着爸爸了 我以后跟你住好不好 我想你跟姥姥了 他真的知道错了吗 未必 他现在之所以会选择我 只不过是因为 跟着我比他现在过得好而已 就像他之前选择陆怀的原因一样 他之前对我的被刺 我永远都不会忘 所以 我只轻声开口 不好 我是个坏妈妈 你还是去找 你那年轻漂亮的新妈妈吧 然后不顾他的哭闹挂断了电话 并把他的号码 拉入了黑名单 从此之后 除了给他打固定金额的抚养费 我不会再与他跟陆怀有任何联系 忘了说 我账号的实名认证是我妈 我名义上只是我妈的小打工仔 一个月拿几千块钱工资那种 就算给抚养费 一个月两千块钱 也顶了天了 我不会让陆怀他们 多占我一分钱的便宜 从今以后 我的钱只会给自己和妈妈花 我也只会为自己和妈妈而活 走过那些荆棘与坎坷后 我的人生将尽是坦途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